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无线药局的药师王文卓药师 我们的啾啾来到现场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啾啾嗨大家好 好这边我想请问一下啾啾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让你决定了创立了无线药局呢 其实我从小就是小时候就会有一个梦想就是开药局 但是我的一开始的梦想是说在韩国开药局 是对然后后来就是有考到药学系考到毕业之后 因为我想说要先准备去韩国开药局 需要筹一些资金跟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现在留在台湾 然后先学习然后准备考韩国的考试 对那我创业的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了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创业 比如说我想开药局 但是我没有一个很知道要往哪个方向的药局 或者是资金上的问题 对所以就是一直在筹钱跟筹那些创业的想法 对那就是的期间 然后又有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有在做一些自媒体 有让一些人看到我 就是有让一些人认识我 后来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做合作 然后做一些事情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职缺想要挖我去做 然后后来跟他谈一谈谈一谈 他就说要不要开一间药局 然后我想说 好啊好啊 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个想要开药局的想法 对 然后说我们来一起开一间药局 我就说好 因为那时候的条件来讲的话 就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 然后是一个可以让我学习很多事情的机会 所以我就直接在当下 他说要不要开 我说好 就直接当下就决定说要一起开药局 对 那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特别取名叫无限药局 我们为什么会取名叫无限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位股东 我们就一起讨论说要用什么名字 后来有很多个名字 但有一个无限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无限这个单字 很常识 有人会说 比如说我要做 我说我要做一件事情 有些人就会说你没办法做到 可是你真的有做到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你很厉害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无限这个词 我本来就很喜欢 再来就是 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 无限这个单字其实有点中二 很好记 所以无限药局这种东西 其实一听就会记住 所以说好那我们就以这个方向去走 后来才决定说是要交付无限药局 了解 其实就像九九讲的 就是品牌名称让人家印象深刻好记 其实也是一个媒介跟重点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九九 因为毕竟我们从原本只是工作 到开始投入创业 然后创立品牌 甚至经营一家店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比较艰难的地方 或者印象深刻的部分 最艰难的部分就是因为 我对药局的经验不足 因为我本身就有想要开药局的想法 但是韩国的药局其实很单纯 就是接附近的医院的厨房 那台湾也其实很多这种类型的药局 再来就是 很多这样子的药局 然后那在 就是选择做药局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 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跟艰难 艰难的 就是因为我没有药局经验 我其实只有可能大学的时候 有想说要开药局 所以有去药局实习 但是因为后续就是一些问题 就没有去药局 所以没有这个经验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没有经验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去问别人 要到底要怎么做 就是可能请学长啊 或者是长辈去 跟你分享一些事情 但是你会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不会讲到细节的部分 就是他只会笼统的跟你讲 你要做哪些事情 但细节的部分 你还是要自己去学 自己去问自己 去了解 去摸索 所以就是从零到一的感觉 所以会有很多 不懂的 不知道的 这部分我觉得是最辛苦的 而且时间会拉很长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在经营大健康产业的这一块 那他需要蛮多 就是需要去规划跟讨论的 那我也比较想要询问一下 就是对于说无线药局 未来你的一些经营理念跟核心价值 想要传递给顾客 我们无线药局的目标跟中产 就只有一件事情很简单 就是要让大家变健康 对我们目标只有这一件事情 那我们要怎么达成这件事情 就是要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部分 因为药局其实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为什么 因为社区药局除了大家来领药之外 还可以做到帮你规划你的身体健康的部分 对 然后我其实在这个产业 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药局跟药妆店啊 一些地方可能连锁啊 都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压力 业绩压力很大 他们真的会不时的打电话给你说 今天的业绩是多少 今天客人有多少人 那你们今天有达成目标吗 有达成业绩吗 对那这些业绩的压力 就会产生一个恶心的循环 比如说因为有业绩压力 所以会推销一些可能病患 或客人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对但是因为大家都要赚钱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 看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改变 去做突破跟改变 所以我们就是会导入一些客制化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针对性的 你需要哪些东西就给你哪些 不会多余的给你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客制化的部分会评估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还有用药室 还有再来就是你的身体本身的状况 对我们会用一些温卷的形式去做 然后去击语民众他最需要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 药局本身就是药嘛 药局吧 所以就是来拿药的地方 但是我们会有长期服用药物的部分 我们会有很多来临曼谦的 阿嬷阿公之类的 那其实药物大家都知道会有相对应的副作用 那这些副作用 其实你长期服用这个药物 这个副作用会越来越接近 就是会常常会困扰到你 那我们觉得 我个人觉得 就是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药物都会有相对应的副作用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一个降血脂的药 叫Starting-Lade 可能说冠叉托 那个东西药物其实会有一个 最常见的副作用叫肌肉病变 那这个肌肉病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药物在降血脂的作用的时候 也会降低我们叫一个CoQ10的东西 就辅酶Q10这个东西的合成 所以会降低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必需的东西 那这个缺乏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肌肉病变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 有知道你在吃这个药物 我们就可以帮你评估说 你是不是可以补充这个阴阳素 来减缓这个副作用的产生 嗯 了解 就是像刚舅舅有提到 就是完全是客气化 因为毕竟有一些长辈他的慢性疾病是 非得必要得使用药物去做舒缓 可是药物我们都知道对身体其实长久服用下来 会产生很多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在透游可能保健或者是影响树 去帮他做一个辅助 那这个真的就是很for个人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东西他都是照这样的公式 那要去评估很多的世界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场久久呢 也有带来几样就是目前品牌的研发的产品 那也请久久帮我们简单做个介绍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客制化的 所以就是要给予一些产品 那这个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已经既有的产品 但是我没办法知道他里面到底加的那些东西 因为其实有些是黑心基业 他可能会偷偷加了一些药 但是他检验就是用 就是那种方式去通过 那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做 自己就可以拿来当法官的角色 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比较干净 就是没有一些添加物 然后就是最干净的 然后可以给予给大家 然后再来价格的部分也可以压得相对比较低 对 所以就是我们有做了两个品牌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 然后第一个叫Jolife 就是日常系列的 然后一个是Jolife 就是加强系列的 那我们这个方向呢 其实也会往就是有一点韩国风格 就是会比较可爱可爱的 对因为我们看包装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包装是觉得开心的 也不是我在吃药的感觉 因为蛮多保健食品看起来有点像 好像我生病了 对对 这种感觉 我们不希望民众吃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心理营助也占蛮多的 对 对蛮多影响 再来就是这个 这些我们都是有精心设计 所以我们这个包装其实打开之后可以立在这边 然后需要的时候拿起来 拿起来吃一颗 对对对 那我们产品的部分也有 蛮全面的啦 其实不止这些 还有一些五千药局的东西 嗯 那舅舅会比较想要着重 所以如果以日常系列的 会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保健品或营养素 会是大家比较需要的 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的就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鱼油 鱼油的话就是因为大家太常吃外食 会吃到一些不太好的油 对 所以身体发生一些慢性发炎 鱼油可以回转这个部分 再来第二个就是美的部分 美的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安定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肌肉 舒缓肌肉的紧绷的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失眠也是因为这些孕 所以美我觉得是一定要补充的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 因为我们肠道算是第二个大脑 对对 一定要把肠道顾好才会 所以整个人精神跟一些很多东西都会变得 气色上也会变得好 对对对 一定会有差 所以我最建议的就是这三个东西 可以到附近的药具啦 药具有很多产品 大家可以去跟药师沟通 嗯 跟他说我要鱼油 美跟益生菌 对 那其实他会推荐给你最适合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个算是日常大家比较必须的 也是现在生活中大家不需要的 对对对 嗯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久久 就是我们知道说 其实你在经营品牌的一个核心价值啊 跟理念还有产品的设计风格 其实都是完全是跟大家有所差异化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比较想要传递给顾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或者是说 诶这样的风格 想要呈现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哦 其实我们药局的装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但是其实是一个很漂亮 然后很宽敞 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希望大家进来药局的感觉不是 像有些药局可能进去 就是来领药 一百年元的感觉 对对对 就会有一个自己是病人 然后会有一点积极的 有一点压迫感 所以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 嗯 但是我希望大家走进我们的药局 就是有一个比较开心的心 然后我进来不是来领药不是生病 而是我是为了我的健康 对 让我的健康变更好 所以才进来的感觉 所以我们包装啊 或者是装潢啊 都会有一个比较清清亮亮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 就是给顾客就是走进药局的时候 我是一种 呃就是完全是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我来到这边 我不是只是来吃药 对 我其实是来为我的身体健康 对 去做一个把关 甚至去做一个规划这样子 对 嗯那我也想请问一下 99就是说 呃我们知道其实经营给品牌不容易嘛 那对于说品牌以及药局的一个短中长期规划 会是什么样的方向呢 那我们觉得 我觉得来我们短期的规划 主要是想要先曝光我们药局 对 跟我们药局的理念 对 我们有这些想法 对 就是先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嗯就是我们有在做客制化 有在做评估 然后我们 最主要就是不会推交给你 你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只会给你你一定需要的东西 对 那我们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了之后 我们中期的目标就来了 就是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有这些技术 我们有这些 评估的问卷 跟一些资料库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跟更多的药局 跟药师 或者是营养师去合作 嗯这个部分 可以让他们去帮我们为 大家为民众服务 因为譬如说 我比较建议是说 可以真的一对一 或者是真的见面 来去做评估 才是一个最 有信任感跟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们目前是单点药局 没办法做到这一块 所以最快的方式 应该是说 跟其他的药局合作 请他们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对 等于就是说 团结力量也大 对对对 因为我可以服务的范围 以及这样的里面 传递的速度才会快 对 这是一个部分 对 然后就是长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 因为我们药局是无限药局嘛 所以没有一个限制 没有一个边缘的限制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到其他国家 做这个服务 就是扩展到其他国家 就比如说韩国 我们也有考虑中国 也有泰国 越南这些国家 嗯 因为毕竟你过去就有创业的这个理念跟想法 可是 到真正投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东西 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需要去克服的 那也想请舅舅给 未来可能想要投入健康产业 或者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一些年轻人 一些建议跟方向这样 那 第一个建议的话 就是 不要自己一个人做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 真的有可以跟他谈心事 或可以谈到比较深入的事情的人 因为 我目前是自己在做这个全部的事情 但我会发现 很多事情需要讨论 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讨论 嗯 再来就是自己做 会做不下去 会一直做不下去 会一直卡在 某一个阶段 对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找一个 你 信 信赖的 信赖的人 来做你的伙伴 对 然后假如说 有空间就是 有空间的话 就是可以 请一些人 一起来做 事情 等于是这个过程 其实自己要去摸索 再包含 可能很多东西 只是单一的一个想法 但是透游 可能有更多的伙伴 或者是 共同可以去讨论的 那我们可以让一个品牌 其实可以更好 但我们其实也看到 就在 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突破 跟改变 那也看到就是 无线药局 包含从产品 装潢 装潢 很多的面向 其实是带给大家 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药局的一个传统印象的突破 跟方式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很开心的 邀请到无线药局的药师 王文卓药师 我们的舅舅 来到盛场 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那也很开心 今天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把无线药局的一些理念 还有想法 去传递给更多人 那也感谢啾啾今天的到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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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